大家快看 眼前这只究竟是何怪 竟如此庞大 然而在其背上的秦始皇等人 却毫不知情 史华 我们再次估计是简单怨务 是啊 一点难度都没有 就那么实地投小管兽 都不够我练手 方才可有寻到船只 死导恐无一物啊史华 不好 是地坟 高祖 这也太不合理了 怎么这次出城沙也没发生 修儿 往往所说还真属实 你果真是威眠之子啊 修儿有高祖庇护 自然无事 你这欺韵跟寡人有关系吗 高祖 快看 那岛上有人 那丁是史华他们 得想个办法过去 父皇 是 是大王吧 你他娘的 是不是飘了 逃避呢 我带不了两个人 逃避 应该还在水里 不害交给朕 你下去就他上来 朕再回来接应你 好吧 费特末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 我这么个穷屌死 居然在这里 硬是连救了十八版无异 那位大人是谁 等清末溥仪来了 又会发送什么 王莽 你没事吧 多些搞族关心 就溺嘴复活十来次 但仿才我在海底 找到了一个宝想 快打开看看 卧槽 不会是震的吧 居然是手机 手机是何 史黄莫急 我看看还能不能用 怎么万一 ZDS手机 有在拍子吗 居然还能用 显示是给前女友打个电话 问下他吃息了没 什么鬼 就这么一个群聊功能 怎么样 能用吗 史黄 在应该失败以后 我们思路储存 刻意准备的联络器 联络器是何 就是仅后无论距离多远 都能随时联络 还有此等神奇之物 史黄 这也没啥神奇的 你有所不知 两千年以后 备天 遁地 陆海 都实现了 两千年以后的后世 难不成编程修宪世界了 高族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所不定以后 拿此促层的藏景 会是我那个时代 倒是你们编制 父皇 怎么三日不到便返回 这次成败太难了吗 不是太难 是压根傻事没发生 高族 你们是没事 我可是溺嘴复活好多次啊 寡人有羞儿 怎么来的是果八子的地点 看来五湖十六国的皇帝霸层 是不会来了 正如王王所想 这个动乱的年代 纷纷而起自立的国朝 远不止十六个 在这里 在围城的设定下 他们不被承认 只有晋朝财算 赤儿 晋朝如今怎样 八王之乱解决否 皇兄死后 司马月立我为帝 自任太父辅佐朝政 他大权独揽 杀戮朝臣 弄得人人自危 各地纷纷起兵讨伐 司马月自请出征时乐 后来孩儿密诏狗兮讨伐 司马月 他得之后 急血空心 病逝了 至此八王之乱终结 好啊 吾尔风度不愧有明君之思 阿富 还没完呢 八王之乱虽解决 但天下依旧动荡 已经有人脱离晋国 自立国朝了 阿 何人 就比如 刘渊立了汉国 追封纪汉 刘禅为孝怀皇帝 是说我吗 你就是纪汉后主 正是 后世见过孝怀皇帝 别拜了 等会一起拜 你且等高祖来了再说 高祖 高祖 大喜事 大喜事 咱大汉又复兴了 蛤 蛤 啊